嗨,大家好,今天呢 OK,我們今天來到新竹這個風水寶地 我們已經有好久好久沒有來新竹了 那我們今天來新竹幹嘛呢? 看到這個人就知道 我們今天來新竹就是要來拍我們的這個拉麵獵人 我們那個拉麵獵人 這一次終於走出外縣市了 第一個外縣市的拉麵獵人 就獻給我們這個新竹的橫濱家戲 這一次會來吃這個橫濱家戲的原因非常簡單 因為之前有一個觀眾有標記我 他去吃的時候有標記我 然後呢 我就有轉載這則現實動態 那我另外一位在做拉麵的觀眾 他就有跟我講說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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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之前大和家老闆 之前大和家的同事自己跳出來做的 我就想說那我是不是應該來吃一下 大和家這麼好吃 我這個新竹這個是四處同門啊 自己跳出來做的話應該也是一定牛逼牛逼啦 所以我就來吃一波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來吃這一間的原因就是這麼簡單 OK 那 因為現在呢我們就走在這個馬路上面 所以說呢我們這個 快點結束這個開頭好不好 我們先走到那邊去再繼續拍 OK 點名點名點到誰就是你 喔這個 好各位我現在已經到這個店裡了好不好 他這個裝潢擺設都自己蠻喜歡的 那個很明亮 很空曠 感覺很臭 對 就有點顛覆以往想像的那種拉麵店 那種擁擠的感覺 然後現在呢 就等我的這個拉麵商 可以開吃 瘋狂開吃 好 各位我們現在我們這個拉麵已經上來了好不好 他就在你看那個畫面 我現在去吃一碗它的這個菠菜 這個菠菜應該是經典或經典 吃一下 你知道嗎 吃到好吃的東西 你會 不由自主的一直笑 好過癮 好啦那現在因為他們這邊 廚房是開放式的 所以說現在他們在料理東西 所以說比較大聲 所以說我們現在這邊呢 先看我吃就好 我們等一下這邊用吃肉配音的方式 好啦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講我們這碗拉麵的口感 那首先呢 先來說說他這個湯好了 我覺得他這個湯呢 非常的棒啊 OK 那你們剛剛看我前面呢 我是選擇這個鹹度是選的正常 然後油的部分呢 我也是選的正常 因為我想說來到一家新的店家 那我們就先從他們這個正常的開始吃起 OK 那果然呢 是完全沒有讓我失望的 如果用他跟大家的這個 鹽味拉麵的正常來相比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我會比較喜歡他們家這邊的拉麵 的湯頭的味道 首先呢 是因為他的這個油脂感吧 因為我吃過他大盒家的正常 可是我都會把他的油給稍微再下降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大盒家的這個油膩感 是偏重一些些的 那但這個拉麵家呢 這個是選擇正常的 我覺得這個油膩的感覺是相當的剛好 是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而且呢重點是 他的湯呢 多了一個特性 我覺得他的湯呢 多了一點點 多了一點點的那個 甜味 多了一點甜味 就是你喝完之後呢 會有點 他那個尾韻吧 會有點清甜的感覺衝上來 我是很喜歡的這種味道 所以會一口接著一口 所以假如說你今天 直接放一碗湯在那邊給我喝 我覺得我也是可以直接把他喝光 OK那再來呢 說一下這個麵條 麵條的部分呢 這個口感也是我第一次吃到 因為我選擇是硬麵 可是呢 這個硬麵 他的這個感覺很奇妙 他雖然是硬麵 可是他很Q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平常吃的硬麵 只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很硬 另一種是我剛剛講硬麵 然後就煮一個出來 他是超級軟爛 很難吃的 那我就不說是哪一間了 OK 但是呢 這一家就神奇囉 他是第三種口感 平常就是硬跟爛 對不對 那他的是硬 可是他很Q 那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他一直回彈的那種感覺 他的麵條的 給人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不過我覺得這個回彈程度呢 可能會讓一些喜歡吃那種 真的很硬很硬的麵的 那個人呢 比較不能接受 不過呢 他在我心目中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而且是讓我很驚豔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還不錯 他這個麵條 讚讚 有料我覺得 只不過呢 我接下來要說這個叉燒呢 我個人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那麼那麼的愛 因為呢 我自己吃叉燒呢 雖然說他的叉燒是炙燒的 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 不過 美中不俗的地方就是 他的叉燒真的是太瘦了 就是幾乎零肥肉啦 我自己覺得 居然是有 可是那個肥肉的比例 真的是有一點太少了 吃起來真的其實有一點乾柴 所以說呢 我比較沒有那麼的喜歡 但是他的那個 炙燒的這個程度呢 我覺得非常的棒啊 真的是燒到 完全有那個很重的焦香味 在咬下去的時候 肉的那個焦香的味道呢 是會衝進你的那個 衝進你的那個 腦門的那種感覺啊 但是 唯一可惜一點就是 少了一點肥肉的點綴 少了一點肥肉那個 油脂感的那個 加強啊 少了一些那個感覺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半滑溪整體呢 他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可惜了 那個叉燒 好爽 菜正點好美味 好美味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了我們的這個 橫冰DSD拉麵家了 好不好 我只能跟你們講 這一間拉麵店的絕對是 神的 我一定會再找時間帶著 突然回來特別從台北 在新竹吃的一間拉麵店 因為他 真的很有料 好 那 親子人說他剛剛那個 他的那個 新竹家戲 還有放蘇肥肉 對 對 所以下次應該會吃完他那個吧 或是他的那個 黃金拉麵 對 我也會想出來 對啊我覺得還不錯 那不要他們翻麵 沒試過啊 反正就是 這家的回頭率我覺得特別高 個人覺得啊 很有料的這家店 然後 我稍微跟另外一個觀眾 稍微聊一下 他好說就是 這好像是 大德家的原老闆的樣子 他自己出來做 對 所以不是什麼 那個 十足同盟 他就是老闆 他就是老闆 他就是師父 他就是師父啊 所以說這個 真的有點東西啊 只是就是 插燒部分 我感受確實一定會有一些人 對 對 比較沒那麼喜歡 如果你喜歡吃那種 有肥肉成分居度的話 我個人覺得 呃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也沒試過他們家 其他叉燒 對 但是我是覺得他另外一個叉燒很好吃 但我比較喜歡烤過 自燒過 對 瘦肉那個我覺得很好吃 所以你的自燒 你的蘇肥是也有肥肉的 有 可是吃起來就QQ軟軟的 對 還蠻特別的 對啊反正 這家真的不錯 回頭率應該很高 有可能 過一兩個月 因為自己跑出來 跑來辛苦 吃完又回台北 就這樣子 對 搭個兩小時的車過來吃一吃 然後外面晃一晃 就回去了 對 OK 就這樣 好 看我們今天在拉命令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呢就是去 台中啦 我現在很喘因為他媽我剛 坐樓梯 真的很喘 好 下次就去台中好不好 我們現在開始 慢慢的 往外線是拓展 OK 好 就這樣 掰掰 好 好